hello大家好 我是莫姨 非常非常的想念的家 那么今天呢 就带着妆教和干货来咯 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啊 好咱们先来上妆嫌乳 妆嫌乳的话 最近比较喜欢用这个花蝎子的 今天这一期啊 绝对是所有东西都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用的 质地就是非常轻盈的那种 质地非常的水润 很适合我 就我有时候用其他的那个妆嫌乳容易搓泥 但是它会让你解妆 看起来更加服贴 现在上一个粉底 这个兰克的直妆粉底 也是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 你看流动性特别强 然后同时它的遮瑕真的很好 因为它这在各大的那些购物网站啊 五颗星的那种 只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像选了一块白 美妆那的话你就挤一下 然后它有一点稍微有一点润润的感觉的时候 然后再拍 耐心的把它给拍 拍匀就得好 按这个遮瑕度的话 我今天算是在70%的一个遮瑕度了 就是遮瑕真的蛮好的 然后它是雾面妆感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种妆感的 然后我来上一个遮瑕 上前摇一摇 这种亮色的遮瑕它可以有提亮的效果 然后一样的 用这个美妆它把它拍开了 这遮瑕是凯妮的 凯妮的遮瑕也是我一直都比较喜欢用的 90%的已经遮掉了 你看 电妆最近喜欢用的是这个安美的八角散粉 好 现在递完妆了 现在看来就是皮肤更加白皙一点了 现在底妆上好了 我现在就先把这边眼睛的眼妆给卸得上 然后再局部的再上这边 然后给它特写 它好看得清楚一点 好吧 咱们现在画眉毛 用这个花仙子的一个眉笔 眉毛一般就是下时尚须 然后前端的话就是 画毛流感的这种方式去竖着画 刷一下就好了 就你顺着这里眉毛的方向 你看这样子去填 就眉峰在你调那么一点就好 眼影盘今天用这个菲洛尔的30色眼影盘 它的颜色就是包罗万下 什么颜色色系它都有 一般上眼影之前我会先拍一点这种粉底 或者是遮瑕 我们先把这个深的豆沙粉色 大便机的铺 这个比较显色 我大家注意就是下手可以轻一点点 就是我一般前面的话会往前面 你愿然那么一点也会显得你的 待会修容以后你的鼻量会高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莫兰迪的一个灰色 叠加在双眼皮的位置 就是你的这个下面这一层 这样子就是一个上下的一个渐变 我们把遗云预染开就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珠光色 裸粉裸粉的打亮我们的眼中 这样可以让你的眼中看一下 看一下有立体感 它的黄色的珠光色 它是一个偏橘的 看起来质感特别好 我们把这个姜黄色 叠在我们的下一剪的后半段 然后往前慢慢的离开 就这样的话就是 上面是一个冷色调 下面就是一个暖色调 这样子看起来眼中就很丰富 深中色就叠加在里边一层 就是窄一些 然后这好显色 这好显色 然后我们把眼头的这个包裸打亮一下 然后我们把眼头的这个包裸打亮一下 好 这样子就衔接好了 你看 是不是很好看 我觉得这个也都很喜欢 用一个浅逐色的眉笔画一点点的窝残 达到一个假窝残 这样子就会显得眼睛特别大一点 你看是不是又放大了一圈呢 眼线呢 用这个最后圈的一个紫红色 这也是还蛮特别的 画一个小尾巴在这里 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个顶巾的处理了 把这个尾巴拉出来就好 然后把前面给贴了 真的好看 抓一个睫毛膏 就是这个MURF JECUBS的一个睫毛膏 他这个睫毛膏刷起来好容易好翘 因为这是接新拆的一个新的睫毛膏 这睫毛膏真的好平 想把这个紫红紫红的加一点在我的下眼睫 这样更好看 好眼妆就完成了 然后刷一个腮红 这腮红的颜值太高了 那也是一个偏豆沙色系的一个腮红 里面有带一点点的细闪 涂在脸上的话基本看不见 一点点在我的脸边中间 中线冷色调腮红就会很显白 然后用一个colourpop的一个大饼高光 人鱼漆吧就是一个粉金粉金的颜色 我们把烧在我们的颧骨的这个地方 它会泛金色的 它是粉金粉金的那种颜色 很闪呢 口红呢用这个3CE的无花果紫色 这个颜色绝美跟大家说 污蔑丝如之灵 真的很好看 这个颜色绝绝满 接下来呢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鼻影 教程 今天的鼻影呢是偏欧美污血感的 首先我们工具的话 尽量选择这种典型的颜染刷 先用浅色 加深我们这边的三角区 眼窝的这个地方 然后慢慢向下延伸 再用一点浅色 清扫我们的鼻影 这里呢也是画一个V 没有深色 把鼻这样立起来 然后加深眼角的中间的这个地方 然后就是加深我们的鼻底的这个V 高光呢可以使用一个哑光的白色 哑光色它就是也有提亮的效果 再有一个珠光的香槟色 再次打点我们高光的这个区域 山根比较低的位置呢 可以把这个高光的这个也打一点 还有一个技巧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浅色 这样以括号的形式这样打一眼 好啦小翘比今天好咯 大家看一下前后对比是不是很明显呢 好啦今天的所有内容都全部讲完了 希望大家收藏起来可以反复观看 与练习 大家觉得有用的话可以给萌伊多多点赞咯 比心